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我們稍微那個先放進 那個 好,小心 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機器 這台是我們上一次灌好的機器 我是不是說叫你把它跟192.168.10的網段連結在一起了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我們來驗收一下 這一台機器 這台虛擬機,我已經跟你講它的IP是多少 是不是192.168.10.254 所以我們用實體機來PIN看 PIN192.168.10.254 是不是可以PIN的到 是不是可以PIN的到 那我現在開這個 我現在用實體機 這個就等於是坐在它的終端前面 我們來看一下 ROOT 然後它的密碼 ifconfig 是不是19.168.10.254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之前幫它建什麼帳戶 之前我們幫這台機器是不是建了一個Linux的帳戶 就一般使用者啦 我們是不是幫它建了一個一般使用者的帳戶 對不對 那我今天的操作 我就不在這個機器上面跑 我就不在這個組終端機前面跑 不要在這個跑 為什麼 因為這個字很小 看了眼睛是不是掉下來 那個年紀喔 年紀大到一定的程度 看這種東西看一看都覺得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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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最近 我最近不是跟各位講說我在弄什麼教學影片嗎 那個blender的字我就嫌它太小 那要怎麼辦 要操作這台怎麼辦 我們從這一台 我們從這一台連到這一台來做操作 這樣子這個畫面比較大 了不了解 所以我們來輸入 對不對 他的帳號192.168.10.254 好 那現在遇到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指它的那個 機器的fingerprint不對 那這個fingerprint不對 原因是因為我這台機器重灌過了 所以我們把fingerprint把它拿掉 直接輸入這個指令就可以了 把這個指令拿掉 好fingerprint把它抽掉再重新連一次 它就問你說要不要記錄它的fingerprint ssh的fingerprint 這裡fingerprint 它的指紋 它寫yes 然後呢 輸入它的密碼 好 那你現在 就連到這台機器上面來了 有沒有看到 linux atpxe 那我現在 ifconfig 嗯 這個可能不用用ifconfig 要先打su- 然後再打ifconfig 好 那你現在在這裡打ifconfig 有沒有看到你現在的IP是192.128.10.254 你就等於是說遠端連到這一台來做管理了 是不是可以連過去了 那這樣子可以連過去之後呢 這裡請你按縮小化 我們今天的操作介面就長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問題 基本上這個學期你的操作介面都長這樣子 不是今天而已 這整個學期啦 我們的操作畫面就是這樣子 你不會有桌面環境 你不會有圖形介面 你什麼都沒有 你只有指令介面可以連過去 這樣子不知道 那有朝一日 你如果要連去機房去管真正的機器 我之前已經給你看過照片了 有朝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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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到機器裡面的主機 請問你這裡有沒有配螢幕 有沒有配鍵盤 有沒有配滑鼠 我跟你講都沒有 像這種機器怎麼管 像這種機器就是 利用一些像SSH這種東西 遠程連進去一台一台去看 你不可能說跑到機房裡面去 你不可能說跑到機房裡面去找某一台主機出來 然後去連他 不可能啊 有啦 有一種情況 有可能你得要到主機前面啦 就是這台主機的網路已經斷掉了 從外面連不進去啦 那個時候就很累啦 你得要真的進去裡面找實體機器出來 接鍵盤螢幕滑鼠 不過那已經超過這門課的範圍了 我這裡有沒有機房可以讓你進去玩 這個是 這個是 我們實驗室出去後面實習架的機器 那我們現在這一台PXE 這台機器就是模擬遠端機房裡面的某一台主機 遠端機房的某一台主機 這樣各位了解嗎 所以你現在就是用SSH連進去 如果你現在連不上這台機器怎麼辦 那當然第一個步驟就是先PIN它 看你能不能PIN到這台主機 等一下 你先PIN看能不能PIN到這台主機 這台主機如果有開機才可以連得上去嘛 對不對 啊我剛剛是不是有跟你討論過一件事情 我是不是這裡已經啟動了 對不對 上個禮拜我們的做法是什麼 上個禮拜我們做法是 裡面的機器可以PIN得到192.168.10.1 有沒有印象 是不是裡面可以PIN得到外面 然後外面可以PIN得到裡面 對不對 第二個你看看你的一般使用者帳號是什麼 這個我在一年級的NINAS那一門課已經教各位了 你的帳號是不是放在ETCPASSWD這個檔案裡面 所以我可不可以看到我一般使用者帳號是不是這裡Linux 是不是 是不是 對吧 第三個 你用Linux如果連進來連不到的話 或是說你打密碼 然後跟你說什麼 什麼PASS Permission Denied 那很明顯你密碼打錯了 你已經忘記這個密碼 你已經忘記這個密碼 要怎麼辦 你忘記一般使用者的密碼那怎麼辦 所以我大一的時候教你們的那一個 單機使用者帳號管理 有沒有印象 來 所以我這本書 我這本書給你 不是叫你上完課之後就拿去轉賣賣掉了 你要留著你忘記指令你要參考啊 你現在密碼連不上 你現在密碼連不上 是不是代表說你密碼忘記了 對不對 那密碼忘記了 一般使用者帳號的 一般使用者帳號遺失 是不是可以用PASSWORD去改他的密碼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用法是怎麼 另外一個我有教過你啊 另外一個是不是 用eCHO帳號密碼 然後pipechpsswd 把他的密碼改掉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這一個帳號 但這個你得到中端機前面啦 不能從這裡啦 因為這裡你是不是已經連不過去了 你沒辦法改他的密碼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Linux那個帳號的密碼 如果忘記了 你打什麼 eCHO linux 對不對 然後他設定的密碼 這樣子 然後pipe管線chpasswd enter下去密碼就被改掉了 這在我那本書有啊 這就一般使用者密碼遺忘啊 然後再來做連線 再來做連線 看看你改過的密碼是不是可以連的上去 現在是不是可以連的上去 現在是不是可以連的上去 那 好這個是 就是 故障排除的第一個方式 密碼忘記 我現在連不到這台主機嘛 我們來歸納一下 假設 無法連線到pxe主機的解決方式 因為我們這一門課是進階的Linux作業系統 所以我們遇到問題 你要想辦法一個一個去做排除 那首先我們要檢查 第一 檢查 pxe網路連線是否正確 是否正常 怎麼檢查啊 step1 從pxe主機 來pin 192.168.10.1 看看能不能pin得到 所以怎麼做 我從這裡 pin19.168.10.1 是不是可以pin得到 對不對 第二個 從外部 pin 你要確認網路沒有問題 192.168.10.254 看 能不能pin到 看能不能pin到 所以我從外部的機器 從這裡 從這裡 是不是可以pin到192.168.10.254 對不對 第一個你要確認網路沒有問題 第二個 檢查PX1 主機上面 帳號 密碼 是否 有問題 如果 忘記密碼的話 請使用 PASSWD 或是 CHPASSWD 指令 來 來更正 密碼 所以剛剛是不是也有示範給你看 我們先檢查我們的帳號 檢查帳號是不是打CAT ETCPASSWD 看看我的一般使用者帳號是什麼 這裡嘛 Linux 第一個 去做這個檢查 第二個 你看你的密碼有沒有問題 第三個 檢查 PX1 PX1 主機上 如果 網路 連線 正常 但是 無法登錄 請 請 繼續 下一 步驟 好 那這裡呢 如果 帳密 正常 但是 無法 登錄的話 一樣 請 繼續 下一個步驟 那麼 下一個步驟就是 看看你的SSH Server 這個服務有沒有提供 所以我們怎麼檢查呢 STEP1 我們打 etc 斜線etc onit.d 打這個 ssh 它的帳號是 它的帳號是透過 ssh這個服務連進來的 所以我們用root的權限 執行etc onit.d ssh status 你去看它的狀態是不是 Active Running 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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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這個服務的話 那 就是 在 安裝 Deben Linus 10 沒有安裝 這個 ssh server 的服務 這什麼意思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在安裝這個系統的時候 會到 會到這一個畫面 不好意思 我這個調整一下它的 顏色啦 這裡有沒有印象 我們叫你這一個把它取消 但是 ssh server把它按空白鍵 把這個打信號 有沒有印象 如果那個時候 你忘記 打 這個信號 這個ssh server 就沒有裝 沒有裝 那沒有裝怎麼辦呢 如果沒有安裝ssh 如果沒有安裝ssh 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個套件的名稱是在哪裡 這個叫 open ssh server 可是它在 init.d裡面的 那個 它在那個 init.d的那個 目錄裡面 只有ssh而已 不是open ssh 所以你要安裝它怎麼辦 你打 appt-get install open ssh-server 去做安裝 因為我已經裝過了啦 所以它會說 我現在已經是最新的版本 這樣各位了解嗎 所以 你用root的權限 打 appt-get install open ssh-server 來 安裝 ssh服務 安裝完畢後 請 再執行 這個指令 這個指令 來觀察 ssh 服務 是否 啟動 通常安裝完之後它就會幫你啟動這個服務 然後 你再 執行 ssh-l 然後 輸入你的密碼 你就可以連進去了 你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的帳號是linux 我的主機是pxe 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個是做 第一個 第一個 伺服器無法連線的故障排除 假設你現在沒辦法連到這個主機 首先先檢查網路連線 首先先檢查網路連線 首先檢查網路連線是不是正常 接下來檢查站密有沒有問題 你如果 帳號密碼忘記了 那也沒關係 用那個 password或是chp-sswd 來改就好了 然後第三個檢查ssh服務有沒有正常啟動 這樣知道嗎 我現在已經開始在教你一步一步做 這個伺服器 服務的固斷排除了 好 那現在請各位 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確認你的確是可以連進來 我們就可以用這一台來做事情 來喔 我們來討論一下這個硬碟空間的規劃 假設你有一個 128G的SSD 你有另外一個 1.4T的HDD 這個是機械碟 這個也是機械碟 那這個機械碟已經知道 他是用來當倉庫 他是用來當那個什麼 這個只是存資料用而已 他不做分割了 所以他就直接整個割到HD2 然後這個要來當開機碟 這個也是拿來當開機 或者是系統 以及加目錄 那你怎麼針對 你怎麼針對你的硬碟的特色 去做硬碟分割區的規劃 首先我們來討論一下SSD SSD的特色是讀取 理論上是無限制 但是寫入呢 有次數限制 也就是說我們 常常講的那個什麼 SSD不是有那個 有一個叫什麼 生命周期還是什麼東西 我有點忘記了 他有一個名詞 你去買那個SSD 不是都會跟你講說 他的平均的寫入次數是什麼 幾萬次幾十萬次 他有一個 當然 這個是他在實驗室裡面 測試出來的 這個不是真正的情況 通常真正的情況 會再更短一點 他SSD要死之前 網路上有很多 這個 這個受災戶說 SSD要死之前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症狀的 那那個 HDD 就機械碟啦 機械碟通常 在死之前 會有一點點 讓你反應的時間 就他開始會出現壞鬼了 你們從國小 國中高中 用到現在硬碟 有沒有用到一半 開始跟你說有壞鬼了 有沒有遇過硬碟壞鬼了 都有遇過嘛 是不是 硬碟有壞鬼之後 接下來他是不是就慢慢 慢慢死掉了 對吧 所以這個是 SSD跟HDD最大的不同 那SSD呢 在故障前 沒有警告 我不曉得現在的有沒有啦 但是 那個什麼 會有來不及救資料的問題 那麼HDD呢 那個 讀寫速度慢 故障前 我更正一下 整顆硬碟故障前 整顆硬碟故障前 會先出現壞鬼 對吧 理論上 也是有幾次就是直接死掉了 基本上 有一點這個 處理的時間 好啦 那你現在有一個128G的SSD 你要怎麼樣去做規劃 你要怎麼樣去做規劃 所以我們要考量他的特色 我們用SSD去做Linus的機器 我們應該是 讀 盡量讓他讀 寫入次數盡量減少 所以呢 我的規劃是這樣子的 這個假設是 SDA 這一顆是SDA 這一顆是SDB 這一顆是SDC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一顆呢 我哥30G 用來做ROOT 這個是SSD喔 那麼呢 這一顆 我哥 這個40G 那麼接下來呢 這一顆 剩下的 我來當OPT 那這個是Swap啦 那這個是Swap啦 那這一顆 剩下的空間 Swap好像是20G的樣子 有點忘記了 那這是我的規劃 我們來討論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是不是在SSD 對不對 那他的那個 他的掛載點 是在ROOT 請問你ROOT 會不會常常寫入 ROOT 除了一個目錄會常常寫入 就是這一個 除了這一個目錄會常常寫入 因為這個是放日誌的 那你如果不希望日誌寫在SSD裡面的話 你可以把這一個東西 丟到SDV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 User這一個目錄要放在SDV 要放在機械碟 為什麼不放在 SSD 你在 你在做 你每個禮拜在做APT-Gate Update 跟APT-Gate Upgrade 是不是針對應用程式去做更新 那應用程式是不是都放在User的目錄底下 或是新增軟體 移除軟體是不是在User目錄底下 所以User這個目錄 其實 寫入的次數蠻多的 那麼為什麼OPT這一個目錄 拿來放 拿來放在SSD 為什麼不放在一般機械碟 因為OPT這個目錄 譬如說我們ISO檔 是不是放在那裡面 你還記不記得我之前在放 OPT ISO 我是不是安裝ISO檔都放在這裡面 那這個ISO檔有什麼特色 放進去 接下來是不是都讀它而已 對不對 是不是放進去就讀它而已 第二個目錄 我之前在上 那個EDA設計流程一整合 這些EDA工具 什麼Metuso Celibri 這些是不是裝進去 就讀它而已 有沒有必要一直藏在那邊寫入 是不是都不用 所以OPT這一個目錄 是不是也是讀取比寫入還要多的 這樣了解嗎 那麼SDV2用來裝虛擬機器 為什麼 因為 不是虛擬機器 自換空間 虛擬機器 虛擬機器要常常做寫入 所以用在機械碟 因為你的實體記憶體 我的實體記憶體現在是32G 我實體記憶體滿了 我是不是就丟到虛擬機器裡面去 去做暫存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的實體記憶體很小 沒有到32G 你就會常常存資料到swap裡面 這個時候這個會常常有一個寫入的操作 寫入跟讀取都有 所以這個不要放在SSD 免得它把你的硬碟給操壞 那剩下home 這個是不是一般放加目錄的 這個是不是也是 常有寫入的需求 所以是不是放在機械碟 那另外這一個大倉庫 我就放在HD2了 這個就沒什麼好講 因為它不是系統的開機 所以我的規劃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要再保護 你要再更加保護你的SSD的話 你可以把VAR這個目錄另外再額外再控出來 放在機械碟上面 為什麼VAR要放出來 因為VAR也會常常做寫入的操作 什麼意思呢 你到VAR Cache這裡面 你看apt 所有你下載下來的套件都會先放在這裡 所以我之前在講目錄數的時候已經跟各位解釋過了 我的Cache這個目錄是不是放apt的 就是你打apt-get install的這個操作 是不是會先下載那個dv檔 先放在這個目錄然後再把它移除掉 所以這個目錄讀寫的次數 也還算平反 寫入啦 因為它檔案會先暫存在這裡 然後不要的時候再把它拿掉 所以寫入也是蠻平反的 所以如果要再更保護 SSD的話 VR這個目錄把它移到機械碟上面 這個就跟我們 白板上面寫的硬碟的規劃不一樣 白板上面那個是入門款 你們現在也是入門款 我只是讓你們很簡單的做幾個硬碟分割區的規劃而已嘛 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假設你安裝的機器有SSD 有HDD 你就要針對它的特性 像SSD是不是賭的速度快 它讀沒有次數限制 所以我們把一些 只寫入一次但是要讀無限多次的 放到SSD 這樣子可以讓你執行程式的速度比較快 那要寫 要經常做寫入的放到HDD 反正HDD 機械碟要壞之前會先出現 壞鬼的訊息 那在那之前趕快把資料備份出來 這樣就好 這樣各位了解嗎 所以你現在 你現在上這門課 你要當一個系統管理員 你的目標是針對系統 你的目標是針對系統 來做一個完善的規劃 所以你要考量到你的硬體的特色 不是說啊我就這一個SSD整個就拿來灌 這樣子 那問題就出在這邊 因為我的root跟user 跟home是不是都在不同的分割區 對不對 好 這個devents有問題它關不起來 我已經上網去插過了 devents關不起來是因為它不是放在同一個機器裡面 來喔 我先跟你講SU跟SU-最大的不同 這個是devents devents devents一個比較 比較跟devents有不一樣的 你在devents你如果打SU 然後輸入root的密碼 這個時候你如果打ifconfig 有沒有跟你講找不到指令 對不對 那如果你打SU- 再輸入一次密碼 再打ifconfig 這個指令就出現了 有沒有看到 那SU跟SU-的差別在哪裡 你看一下 你在這裡 我現在是不是用SU-切件來root全線的 是不是 這個時候請你打env GREP GREP US USR 還是 USER 有沒有看到 env pipe GREP USER 是不是告訴你你現在USER是root 這樣可以接受嗎 來下一個 我現在如果打SU而已 E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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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對的啦 你要切到 root 而且要載入他的環境 你要加個- 加個-之後 輸入他的密碼 然後 他的環境變數裡面 有關使用者 會切到 root 這樣了解嗎 以前我們沒有特別這樣講 因為以前我們都是打 SU 就直接進來了 但是 SU 進來 他其實 身份 你現在打 who am 你看喔 我現在打 SU 問他 who am 我是不是 root 是不是 那我現在打 SU 呢 SU 一樣輸入密碼 然後問他 who am 一樣是 root SU 跟 SU 做完的結果都是 root 但是唯一不一樣的地方是環境變數 沒有改過來 環境變數沒有改過來 你打 if config 之類的指令 就都跟你說找不到 因為他連路徑都沒有載入 這樣各位了解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這個是 SU 跟 SU 簡 最大的不同 那請各位用 SU 簡 取得 root 權限 檢查一下 你的 user user 的環境變數 看是不是 root 那這樣子你才完全取得 root 權限 你才可以繼續往下做 這樣了解嗎 真的嗎 我們今天希望能夠做一個 DHCP 的伺服器 那 DHCP 的目的是分配 IP 因為我之前已經給你看過那張圖了 在這裡 我們的橋接網路界面 是調整提供給這一整個網段 192.168.10的 IP 對不對 那麼你裝的第一台機器是 192.168.10.254 這台主機開起來之後 他要做什麼事情 他分配 他分配 IP 給所有其他的機器 譬如說 我之後開的機器 我之後也會教你們裝 Linus 也會教你們裝 CentOS 那他開起來之後 要取得 IP 他不用再自己設定了 直接由這一台播給他就可以 這樣各位了解嗎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的第一個功能就是 這個 DHCP 的 伺服器 那麼 DHCP 的伺服器要 開始裝之前 我們要先把我們的網路規劃先定義好 什麼意思呢 首先 我們先定義我們的網域名稱 那網域名稱的話呢 這個你如果去外面看 有很多是用什麼 Example.org 但是那個字塔太多了 我覺得很偷懶 假設你以後 各位同學 以後要去某某公司上班 你要去某公司上班 比如說富士康好了 富士康是什麼 Foxcom.com 對不對 或者是 ASUS ASUS ASUS是不是可能 ASUS.com.tw 或者是 ASUS.com 你會某某公司嘛 那今天我們還不曉得我們的公司是什麼 就叫賣點看好了 這個最簡單的 打字打最少 我的公司 那麼我的公司呢 這個是我的網域 那我的橋接網路界面是 BR10 這個我們已經見完了嘛 對不對 是不是192.168.10.1 那這一個東西 我們希望它的名稱就叫 getaway.my.com 這樣了不了解 那接下來是我的IP的位置範圍 我的IP總共有 192.168.10.1 到192.168.10.254 這幾個來做定義 那其中呢 普通的機器 就是叫host1.my.com 就是192.168.10.1 從這裡查到這裡這個是反查 從這裡查到這裡是正查 所以這個東西要定義出來 接下來我們的nemesk 是255.25.25.25.0 這個也叫你設定過了 那麼雜道就是這一台 雜道就是這一台 也就是BR10 就是192.168.10.1 這個是我們的getaway.my.com 也就是說呢 我們再回頭過來看這一張圖 你到這一個 你到這張圖來看 所有的東西 是不是透過這一個雜道 連到真實的網卡 然後再連到校外 連到真正的網際網路 所以這一個雜道 也就是你的BR10 就是192.168.10.1 好那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你現在定一個pxe的伺服器 是192.168.10.254 你現在定一個域名的伺服器 nameserver 就192.168.10.254 就DNS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今天 先來提供它一個 DHCP的服務 來分配IP 來分送IP 那我們這個分送IP完之後 待會我們來做個測試 好 所以呢 我們要先安裝 ISC-DHCP-Server這個套件 那我開始做囉 我是不是叫你這樣子連 這樣看起來的字比較大 不用用這個打 這個看起來眼睛會脫汤 所以我這個把它縮小 我現在模擬出一個環境 就是說你在遠端 你在遙遠的對方 你在你的雲 有一個PXE的主機 那我現在可以SSH連進去 然後我們開始做操作 所以打APT-GET 等一下喔 一樣 老化重提 你每個禮拜開機的話 先做一件事情 APT-GET UPDATE 跟APT-GET UPDATE 做什麼事 做你的更新 有沒有看到我這個禮拜 是不是有兩個資安更新了 先把你的系統的資安更新做好 免得你這一台 被人家用零食插攻擊去做 入侵 去POR你的主機 所以每個禮拜 你連你的機器的時候 先打APT-GET UPDATE 跟APT-GET UPDATE 然後做完之後 打INSTALL ISC-DHCP-SERVER 把這個套件裝起來 那他會說這個裝完之後 要這個下載 1615KB 裝完之後會有6539KB 問你要不要做 那就YES啦 這樣子 把這個套件裝起來 那現在這一個步驟 你還沒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 你還沒有 使用本地端的鏡像站 所以你現在鏡像站 是不是都還連到下外去 是不是 那我 我跟你講過 我接下來要教你去 抓鏡像站的東西 之後你要在本地端加鏡像站 好 那裝完之後 你看喔 一大堆紅色的字 他Fail 他Fail是因為那個 你沒有設定好 那我們 先裝起來 待會再來 講這個設定的部分 所以他的設定檔 在這個ETC 往下了哈 在你的ETC DHCP的目錄底下 他在DHCPD這個檔案 我都已經整理在這邊了 所以我們今天照這個做就好 這個很簡單 所以DHCP VIDHCPD.CNF 那這邊 我們等一下要來做修改 先請你把這個鏡像 不是鏡像站 那個 DHCP伺服器的檔案 先裝起來 待會我們再繼續往下做 我們 在 我剛剛已經先做好 現在示範給各位看 那待會你照著這樣子去改 不過跟這邊不大一樣 我們的DOMAIN 不是example.org 而是my.com 剛剛是不是跟你講 我的網域是my.com 對不對 那麼 我希望DHCP 所給的IP範圍是 192.168.10.100 到192.168.10.200 只給這100個IP 分享出去 其他我要自己手動做設定 那麼這邊呢 不是example.org 我一個一個解釋給你看好了 首先呢 你到ETCDHCP 這個目錄底下 去編輯設定檔 那麼這兩行 有裡面預設的設定 請你把它複製 複製之後貼上新的 舊的都不要動 舊的直接把它按警號註解起來 這個習慣要養成喔 很多人喜歡直接改設定檔 那為什麼我叫你把它複製完之後再去改呢 因為這兩行複製起來 你是不是可以做一個語法的參考 對不對 有些人可以 有些人比較喜歡說直接把它改掉 啊問題是改完之後他發現 改完之後不會動 啊也沒有舊的可以參考了 因為舊的已經被你殺掉了 所以在改之前 最好是把原本的複製下來 只留最新的 就你複製完之後去做 那麼你的Domain Name就是我們定義出來的域名 是My.com 那麼你的DNS Server是DNS.my.com 一樣在這裡有一個DNS.my.com 這裡有定義好 這個東西在我們下一次上課要教各位架 這個DNS伺服器 你要去分配IP的時候就會用到了 不過那下個禮拜的事情不是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就是分配IP而已 不是給域名 好 那麼底下這裡的設定呢 這兩個不動 多了一個allow booting 多了一個allow booting 那這個是 在部落格這邊有寫多了一個allow booting 然後接下來把這一段 call下來 但是有些地方也要做修改 什麼地方要做修改呢 我們 我們的 這一個 我們的這一個 DNS Domain Name Server現在是校內的 所以用120.117.2.1 這裡先用120.117.2.1 那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老師你前面這裡是用DNS.my.com 就是我自己耶 就是我自己耶 怎麼現在會用到校內的 因為這個東西是配發 配發那個Domain Name Server出去 你主機在開機的時候 是不是從網路自動取得網址 那他是不是也會取得DNS的服務 對不對 那你要告訴他DNS的Server是哪一個 所以請你把這一段 把這一段放在最底下這邊 那這個在做的時候 請你注意 不要直接用這邊的複製貼上 你這邊直接用複製貼上的話 在這邊會出很多問題 尤其是這個減 這個減它貼上來的減 我解釋給你聽好了 你從我部落格 貼過來的 來喔我現在把這一段抓起來 這裡貼給你看 你說到這個會怎麼樣 你看喔這個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 但是他不是減 他是DASH 他是那個中文的減 來我給你看一下 我按R 按減給你看 有沒有看到他短一點點 來再一次看清楚這裡 眼睛放亮一點 我現在把他換成減喔 我現在按R 然後按減 有沒有看到 你如果直接用複製貼上的也可以 這邊的減一個一個手動換掉 不然你會 你會無法啟動 你會抓到哭出來 我再做最後一個給你看 你仔細看 現在這裡很長對不對 按R 減 就縮短那麼一點點 你也做到哭出來 我不騙你 我剛剛就是在這邊debug 那個 因為我當初放上去Google的部落格的時候 是好的 不曉得為什麼貼下來就變不好了 所以我剛剛在這邊抓 抓到快哭出來 好不容易把這個抓完了 那待會各位請你自己慢慢抓 這個 反正我做完就長這樣子 好 還沒有 這只是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 那這個IP的分配我先大概這樣子寫 基本上就這個表格 第二個步驟請你到 ETCDefault有一個叫做 ISC-DHCP-Server這個檔案 把裡面的這個網路卡介面改成ENS3 那什麼意思呢 你看一下喔 我打ifconfig 這裡面的網卡是不是叫ENS3 這裡面的網卡是不是ENS3 有看到嗎 所以請你到 ETCDefault這個目錄 編輯ISC 那為什麼不用V6呢 因為我們這個網段 是IPv4的網段設定 不是IPv6 所以用ENS3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做完之後 請你按8號WQ跳出來 然後打這個指令 etc onit.d isc-dhcv-server restart 我做一次給你看 etc onit.d isc-dhcv-server restart restart 那它會關掉 好現在看起來沒有錯誤訊息 我們打status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active running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在run 這樣子你dhcp-server 這個理論上就設好了 那設好之後 我們等一下來驗收 你說要怎麼做驗收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之前 是不是叫各位建立一個新的主機 px1 server px1 server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要來做linux1了 來做一個新的機器 那這個新的機器呢 怎麼做呢 我們把他們的runpx1.sh 把它改成buildlinux1.sh 那我們來改一下哦 buildlinux1.sh 首先 他的 這個 機器的名字是不是linux1 然後mac追時是不是不能跟他相衝 對不對 那你在後面加個1好了8 然後呢一樣是用br10 然後putd putd 是不是從光碟機開機 有沒有印象 啊這個是不是跟你同一個 這個已經 這個一開始裝的時候 是不是跟他的橋接在一起了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做linux1.image 這個做個10G的就好了 所以呢 qemu-image create 10G linux1.image -f qcow w2 欸 10G又寫在這裡嗎 好做完了 所以 所以 qemu-image create linux1.image 10G的大小 qcow 那麼接下來打 shbuildlinux1 那他是不是 那他是不是 等一下他 等一下等一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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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這裡有CD-ROM 但是我這裡沒有把CD-ROM加上去 所以要加個CD-ROM 前號CD-ROM 這樣才可以 我這裡有定義CD-ROM的位置了啦 但是這裡開機的選項沒有加CD-ROM 這樣子是不是就起來了 那install 注意喔 我們install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一個自動取得IP 有沒有印象 我們看一下他能不能自動取得IP喔 他如果可以自動取得IP的話 就代表說你這一個步驟 已經開始在發配IP給他了 你看喔 現在載入額外元件嘛 網路硬體嘛 對不對 等待Local 所以是嘗試IPV6設定 還沒完喔 繼續喔 利用DHCP 欸有沒有看到網路自動設定成功了 有沒有看到這一個 那他IP是誰發配給他的 是不是PXE Server 老師你竟然說假 我覺得你講的話可信度有問題 好沒關係 我現在把這台PXE關起來 我們現在把這台PXE關掉好了 好不好 我現在把這台PXE關掉 現在PXE這台主機 虛擬機被我關了嘛 好沒了 PXE這台機是不是關了 我再重新跑一次B5的Linus 1 我們一樣做剛剛的流程 你看一下他在抓IP的那個步驟 是會取得IP還是會 跟你說抓不到IP要手動設定 你看一下他載入額外元件嘛 現在載入額外元件了 好偵測硬體 抓位置 IPV6 IPV6基本上是沒有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DHCP 你看喔 剛剛是不是抓到一半就說抓到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讓他跑 看他能不能抓得到 都抓不到 都抓不到 有沒有看到網路自動設定失敗 這就是因為你的 你的這一個環境 你的這一個環境 這台機器現在已經扮演DHCP伺服器的功能 他的工作是配送IP給任何在這個網段開機的主機 這樣各位了解嗎 那現在我把這台機器關掉 是不是他就沒辦法發IP出來 所以DHCP自動設定就失敗了 你接下來就要按繼續啦 手動設定網路啦 這樣了不了解 所以今天做的第一個步驟 第一台Server 就是請你架DHCP伺服器 這樣知道嗎 那要改的地方其實沒有幾個 第一個是這裡 然後你複製貼上的時候 要不要拜託你那個 那個這個剪要自己手動改掉 這個 會花很多時間啦 那做完之後 你就來 那把它關掉 一樣把它打開 做完之後 請你手動設定一台新的Linus 1的機器 那大小給它10G 有沒有覺得很不公平 這台伺服器我只要求你 2G的空間 這台竟然可以用10G 太不公平了 好 開完機了嘛 有沒有看到這台開完機了 什麼都沒做喔 你看喔 我現在什麼都沒做 它就可以提供 設定IP的功能喔 我再做一次給你看 所以這一個東西做完之後 你就要再開另外一台虛擬機去做驗收 我現在是不是有一台虛擬機 接下來開第二台虛擬機要做驗收了 對不對 那你看喔 我現在這樣子做 到設定IP的階段 它就會說 它有抓到IP了 你看是不是 我只要這台機器開起來 DHCPE服務就提供出來了 這樣是不是很棒 那這個東西的話 主機評稱你還是要自己打 我們這台主機是Linux1啦 然後它的Domain就是My.com 就可以開始正式給它域名了 因為我不是跟你說 我的域名就是My.com 這樣可以理解嗎 我的域名就是My.com 好然後呢 接下來就分割硬碟 Root密碼一樣 再用Key啦 使用者 使用者密碼 基本上這個安裝方式都跟之前一樣 那因為這一台只是測試機器而已 我懶得去重新分割了 我就直接引導用整顆硬碟 讓它去自動幫我分割 然後把Home獨立出來 那你就好啦 它要做這幾個分割區 我懶得去一個一個分割 因為這台只是測試機嘛 沒有必要在那邊 手動去分割區 這樣子 它就可以開始裝了 這樣了解 那待會 待會喔 我們這台機器做完 這台機器做完提供服務 這台機器讓它重灌完 灌完之後我們讓它重新開機 我們看它的網路是多少 你才可以連接來看它的網路嘛 這樣了不了解 所以今天的步驟 就是把DHCP Server架好 再架另外一台虛擬機 這台虛擬機叫Linus1 之後重新開機 然後把Build Linus1 把它改成runlinus1.sh 那裡面要去做修改 很簡單 你只要把BootD 改成BootC 這樣就可以了 好喔 那看一下喔 SH Run Linus1 我們來跑跑看 看這台機器 它的IP的部分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已經處理掉了 那我們現在 就開機嘛 開完機之後 用Root連進來 你看一下喔 if config 沒有這個指令 沒有這個指令的話呢 我打IP addr show 也可以 你可以 你看一下 他IP 是不是 192.168.10.101 有沒有看到他IP 是192.168.10.101 對 那我剛剛跟你說什麼 我剛剛跟你說 我剛剛跟你說 我們的DHCP 是不是 派送的IP範圍是100到200 所以他派101給他嘛 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有沒有 log檔可以看呢 來我們到VR log底下 這裡有一個 這個 看一下喔 我們看一下 Demon Demon.log檔 到最底下來看一下 你看這裡 你看這裡 這裡有log了 那這log寫什麼呢 他說 DHCP呢 派送 192.168.10.101 有沒有 派送給一台主機 叫做 D1.AD BE CF EC V8 Linus 1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他的卡號 卡號是不是 D1.AD V1 V1 CF EC V8 有沒有注意到 左邊這裡是不是有卡號 右邊這裡是不是那台機器的卡號 是不是派送給他 這樣是不是可以證明給你看說 這一台的IP 是從這一台派送過來的 這樣有看到嗎 有沒有看到我講的字串在哪裡 這裡啊 這裡啊 他是不是派送一個192.168 沒有 先看這一行好了 這一行是說 有這一個IP 透過ENS3 是不是透過你的網卡 來要IP 然後他派送 10.101給這個網 給這個網卡 所以這個網卡的IP是 192.168.10.101 那跟這邊來看一下 你看一下這裡 這裡的IP inat 是不是192.168.10.101 我還是裝這個給你看好了 不然你不曉得我在講哪裡 來看這邊 是不是他IP是192.168.10.101 他的卡號是不是在這裡 他的卡號是不是在這裡 是不是跟你左邊這一台機器 是不是跟你左邊這台機器 這裡是不是一樣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現在從兩個端 來解釋給你聽 一個是同 Client端 這是不是Client 這個是不是Server 所以這個就是架DHCP的做法 那今天的 今天介紹各位架DHCP Server 你這台機器做完之後 你必須要能力配送 100到200之間的IP給 底下的每一台機器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這個是今天的工作的部分